为而让民众体验传统射箭的乐趣 南投县体育会传统射箭委员会 在一大厦举办传统射箭体验影的活动 由专业的指导老师来教导民众体验传统射箭 使用透过这样的方式来达到推广的效果 那我们现在推广这个传统射箭 就是说我们结合在地的观光地区 乡露营区民宿 然后在就是我们原乡的部落 有很多射箭场 那我们就是说我们用体验的方式 顺便来推广 那在民宿方面的话 露营区几乎都是汉人蛮多来学习 对我们传统射箭很有兴趣 所以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来推广我们的传统射箭 然后希望说在我们南投县 不只是我们南投县还有别的县市 把我们这一个区块 然后就是大家都很喜欢 把我们这个比赛也是越来越多人 而传统射箭不但是原住民传统狩猎的必备技能之一 更是相当重要的传统文化 虽然看似简单 但要设一艘好箭实在不容易 那我们都要达到在这边各部落里面 寻回去做这个体验 也是让更多人接触 了解我们原住民传统的这种运动性质 来到伊达哨就是我们哨主的部落 那来到这个部落呢 就是希望说如果比如 以后如果有办法在一个礼拜里面的六日 还是礼拜六来办一个免费的体验活动 让游客来到我们伊达哨啊 都可以真正的体验到我们哨主的 这种以前我们打猎的这种传统功德射箭 蓝头县体育会传统射箭委员会主委 先议员石信隆指出 传统射箭已经推广许久 这次办理在伊达哨 除了可以让游客体验传统射箭的乐趣以外 也期待未来能够扩大办理 让更多人能够了解 今年我们特别已经有南投县政府交易处 当然包括我们县体育会的协助 像我们体育署就是运动爱台湾 这个能够来举办 我们南投县传统射箭的这个扎根体验营 跟这个竞赛的系列 希望在这个机会 能够让到我们原乡来观光旅游的各地的游客 也能够亲近参与这个传统弓射箭的体验 传统射箭相较于现代使用复合弓射箭比赛非常不同 不论是弓或者是弓箭都是天然材料制成 也希望透过活动的办理 可以让这项运动永续传承 记者邱品毅 鱼池采访报道